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不但查不出火清零的下落 连四方门人都追丢了 你们还有脸来见我 今天我只是给你们点教训 如果你们要是再查不出来火清零和四方门人的下落 你们就提着头来见我 不是 袁伯伯 尚公公为什么要追杀你呢 为什么还要置你们于此地呢 我也不明白 对了 我今天留心打听了一下 坊间传言袁伯伯的罪行似乎跟四方门的人有关 四方门 我跟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瓜葛 他们如何入我于罪呢 小田 你曾经跟四方门的人交过手 难道事端是因你而起吗 我听银河曾经说过 北唐星儿交给你一样东西 那是什么呀 不过是一块麒麟玉 那块麒麟玉呢 那块麒麟玉我已经误过远主了 山姑公五权落实 为了爹和娘 我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 谢谢大家